欢迎收看今天的文钱世界周报 在过去几个礼拜里头 我们为大家特别制作 由于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 导致的全球新兴市场的 从政治到经济的动荡 那么过去几个礼拜以来 我们陆陆续续一直为大家持续追踪报道的 几个国家在这个礼拜都达到了摊牌阶段 一个是泰国 另外一个更严重的是乌克兰 乌克兰在这个礼拜2月19号那一天 进入了近代史上最血腥的一天 在2月19号当天 政府决定对于已经抗争三个月的民众 进行全面的镇压 装甲车军方全面的上街头 死亡的人数有的报道是77人 有的报道是100个人左右 我们来看一张非常重要的地图 这个地图说明了乌克兰国内最重要的政争 这个地图我们看到中间这个是乌克兰 在它右边的我们看到的是称为叫做东方 它的东方之国叫做Mosko就是俄罗斯 它往西方的就是往西方的就是华沙 那就是波兰 那还有维也纳 波林这几个国家呢 对它都造成很大影响 它南部的就是土耳其 这个是乌克兰的整体的地理位置 而它的首府Kiave呢 就在整个乌克兰的 我们看到在非常靠近比较北边 那么在北边这个地方呢 它离俄罗斯也有一点距离 那么它离波兰呢 也有一点点距离 基本上呢 这一块地图它非常明白的告诉我们 整体乌克兰人们倒是要往东方靠拢 还是往复盟靠拢 就成了这个国家过去三个月以来 最大的冲突 也最大的相关的政争 那么过去呢 从11月开始 对于由于那个时候乌克兰的总统 不愿意跟欧盟签署相关的协议 就开始爆发了很大的写心抗争 那么这个整个抗争呢 持续了整整三个月 持续整整三个月之后呢 乌克兰的总统决定在最近 他的看法是差不多了 该清理战场 于是清理战场那一天呢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最写信的2月19号 乌克兰的总统被迫 开始和反对派协商 那么反对派协商呢 总共反对派分成三支力量 他跟三的反对派协商 那最终呢 还是国际进入斡旋 这次的斡旋呢 终于在礼拜五的晚上的时候 获得了最终的结果 林业达成的情况里头呢 大概第一个就是提前总统大选 十天之内恢复2004年 当时的核庭宪法 而这个宪法里头 将削弱现了总统的权力 有一部分权力呢 将转移到议会 更重要还包括组成联合政策 那么目前为止呢 这已经是第三份协议 过去谈判了两次 每次谈判协议就在开火 谈判协议之后在开火 那么这次呢 因为有国际的斡旋 到目前为止 仍然是在整个基辅的 独立广场里头 实际把运章 目前为止 到现在还没有传出来 再度开火的消息 我计判协议之后 而我现在是在马айдан上,在中处的部位我的城市 我想你们知道,为何几千人在我的国际上都在街上 只有一点原因 我们想要自由从一个独特 我们想要自由从政治人员 谁僅僅僅僅僅僚 谁准备准备,准备人们 只为赏钱,只为赏钱 只为赏钱,只为赏钱 只为赏钱 我想这些人,这些人们 这些人们的权利益 这些人们的权利益 我想他们的生活平常的生活 我们是民主人们 但我们政府是 barbarians 这不是一位 Soviet Union 我们想要我们的国家 我们想要自由 我们想要自由 我认为,可能明天 我们没有电话 没有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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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在这里 我们会在这里 可能警察会死亡 一人之后 一人之后 它会尴尬 在这里 因此我请你现在 帮助我们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 2月20号黎明时分 再度沦为战场 这是三天内第二回 当局出动震报警察 强力镇压占据独立广场的 凡政府视为群众 但动用实弹 还是11月靠近日 故意给来受刺 讽刺的是 第二场镇压行动的8小时前 雅努科维奇总统 才宣布停战 这就是停战的面貌 狙击手的子弹 一波波呼啸而来 随之扑倒的死亡人数 急剧升高 透过镜头 全世界轻言目击 就连身穿红色外套的救护人员 也中枪倒地 临近的乌克兰饭店大厅 成了临时野战医院 饭店侧厅则是临时停时间 用尽的伤患太多 临时急救战根本应接不详 很多协助治疗的人员 都是志愿者 现场学些简单的急救技巧 立即献血泻 扮起急救人员 强生救死 据现场的医疗单位统计 20号的镇压行动 至少造成70至100人死亡 写下乌克兰22年前脱离苏联独立以来 最血腥的一天 比起前几年阿拉伯之春 好几波革命的死伤情况 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枪林弹雨中 反政府抗议人士以石块当武器 吴宁却更像一种悲壮的抗议姿态 全副武装的警察远远站在另一端 石块哪里是敌手 不过示威者行列中 也有少数手持线弹枪的狡击近人士 他们强调是因为国家机器挑衅在先 在当权者亚努科维奇总统口中 这些示威者是恐怖分子 就在18号深夜当局铁了心 决心收回市中心独立广场的控制权 示威人士已在此占据了三个月 镇报警察发动反恐行动 抗议人士也以自己客难的方式备战 他们敲起广场上的地砖 以借力的方式送上前线 砖块石头甚至木材就是他们的军火 他们燃起一圈火枪充当防御墙 示威人士自制炮弹 用瓦斯为动力 发射连接着汽油弹的爆竹 警方禁闭广场上的抗议大笨 拆除示威人士设置的路障 持续发射震撼弹 企图驱散抗议者 民众则以汽油弹回击 警方的装甲车也在双方对峙中招火 周遭的建筑全被熊熊烈焰吞噬 基辅士的心脏地带陷入一片火海 接连两场强力镇压引来国际社会踏法 美国宣布制裁被指镇压示威的乌克兰高层官员 禁止对他们发出签证 欧盟外长也在20号紧急召开会议 会中同意若干制裁措施 包括禁止对乌克兰出口震报装置和武器 那些必须为暴力及过度使用武力负责的人 财产遭到冻结 同时被禁止核发入境签证 对于不正常的选择炸竟然是这样的 很多人当然是想得更好 为了他们的带来的国家 我认为那些余装特别政策 现在有应该阶段的方法 要避免了一种防止 因为无关的防止 会不会有任何样的作用 在乌克兰 either politicamente 在几个状况的状况 的国家 所以避免了避免了的防止 歐美的制裁措施都不是经济制裁 表态抨击的象征意义大获实质意义 同时波兰德国和法国外长前往基辅 分别拜会亚努科维奇总统和反对派 试图调停 除了俄国老大哥之外 亚努科维奇在国际上饱受批评 面对国内就连他同党的同志也弃他而去 乌克兰国会在第二场镇压后临时召开会议 会中通过一项决议要求镇报警察离开独立广场 返回平时住房的岗位并不得对示威者开火 在450席国会席次中 共有236名过半议员和亚努科维奇总统 同样隶属执政党 以往任何不立总统的决议都很难过关 这次执政党却有34人倒戈 代表的意涵是 亚努科维奇已经丧失了国会的多数控制权 独立广场上 民心向背更是昭然若揭 暴力清场后 留下一个仿佛末日景象般的废墟 见证着乌克兰22年来最血腥的一页历史 面对国家走向西边的欧盟 或向东边的俄罗斯靠拢的决战时刻 示威者渴望大步向西迈进的意志坚定 大火扑灭了 却交不习他们的决心 他们继续回到广场上 占领范围甚至比之前更大 围离推倒了 后续涌进的支持者再把他搭建起来 只请好友罹难了 眼泪擦干 重返广场上的抗议行列 示威人士也有焦虑甚至恐慌 有人谣传 乌克兰军队将动用毒气 俄罗斯还将派出死亡部队来对付他们 但大家吞下眼泪和恐惧 平凡的男女带着补给品 继续走上前线 用行动向亚努克为奇 以及替他撑腰的俄罗斯说不 反对阵营中最最仇视的对象 除了亚努克为奇外 就是俄罗斯了 时代杂志暗示 第一场镇压行动 极可能就是克里姆林宫在背后受益 巧的是 就在亚努克为奇镇压示威群众的前夕 俄罗斯也决定播放先前冻结的部分援助金 2013年11月 亚努克为奇突然中断和欧盟的贸易谈判 转而投向俄国怀抱 并获得俄国允诺150亿美元的金援 引发了这波旷日废识的抗争 这在乌克兰全国看似濒临爆发革命的边缘时 危机出现了转机 在欧盟外长积极介入协调下 乌克兰总统和反对派领袖克里契科 21号达出协议 亚努克为奇做出重大让步 第一 order of business was for the Ukrainian parliament to pass a law restoring the constitution of 2004 which limits of course the power of the president the signatories must also work to form a 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in the next 10 days crucially the deal states tha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hould be held no later than December that's been one of the main demands of the opposition 在签署协议的过程中 亚努克为奇完全不见笑容 但他至少和反对派领袖握手言和 然而这并非解答欢喜的结果 部分示威者依旧不满足 而参与了协商的俄国 则拒绝签署这份协议 更投下了一大阴影 担心事后莫斯科恐怕会透过经济手段 对乌克兰当局施加压力 一如三个月前 莫斯科使乌克兰突然打了退堂鼓 不干欧盟签署原定的贸易协定 基辅大帝恢复了平静 但独立广场上 群众仍无法原谅手上沾了示威者鲜血的亚姆克为奇 要求他立即下台 这些怒吼 究竟是延续了三个月的抗疫运动的尾声 或预示着下一波更暴力的新风雪雨 目前谁也说不定 但独立广场上 一幕幕用鲜血刻画的影像 会留在民众的记忆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啊 啊 啊